醫生認為生病時花的哪些錢 都是冤枉錢呢 各式各樣的 坊間的燙傷藥膏 都已經算客氣了 症子掃描 為什麼 每一個檢查都有它針對的地方 像什麼可能 我們會建議做症子掃描 像以我們癌症的病患而言的話 通常是它已經被 而且它是比較嚴重的 我們會在治療前 先幫它做一張症子 治療之後再做一張症子 看有沒有進步 目的是為什麼 因為症子掃描 大家都知道是打葡萄檔嘛 那些癌症的病患 那些癌細胞 你知道吃葡萄檔的速度 會比較快 它會比症狀細胞快 所以它會亮 所以那個你在評估 你的藥物治療有沒有療效的時候 是比較好的 但是它不是拿來做身體檢查的 也不是拿來追蹤一些良性腫瘤的 對 因為之前就有一個 那個三十七歲的 他是在一個公司的中高階主管 那公司給付的那個 身體檢查就還不錯 就是這場 第一次掃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它頸部有個腫瘤 那時候覺得是一個淋巴結 只是比較稍微亮一點點而已 結果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就去諮詢的時候 他就問人家說 這個怎麼回事 他就說沒有 就有點亮 建議你追蹤 結果你知道有什麼追蹤嗎 所以他只能夠掃了 三次的正直掃描 他後來自己掃一掃 因為三次都沒什麼變化 他自己也覺得怪怪 因為一直摸得到 他就跑來我的門診 我說你為什麼要做 三次正直掃描 他說這次掃描不是最準確嗎 對啊 我是說可是 那你既然覺得最準確 那你來找我幹嘛 他不是跟你說這個不像是癌症嗎 他說可是我一直摸得到 覺得怪怪的 他說我介紹你一個方法 比正直掃描更準確 他說怎麼做 要自費嗎 我說不用自費的健保 他說要怎麼做 我說我跟你講 你明天早上到我的超音波診 我用超音波定著 然後我拿一根針稍微扎一下 然後如果說你摸它很不爽 我說你已經一年半都不爽了 你去開刀法 我給你打個局部麻醉 五分鐘我幫你開掉 整個拿掉 又檢查出來 又可以幫你把這個解決掉 這樣不是很好嗎 所以他說這個就是目的不一樣 你一個這麼淺的腫瘤在這邊 如果你怕它是惡性 你就直接切片就好了嘛 對啊 尤其那又不是長在你肚子裡面 如果要切片要開糖伯父的 你去追蹤它有道理 你長在皮膚的腫瘤 你一直怕它是惡性 那你不會來找我們 直接切片就好了嗎 結果還好啦 它第一次是公私負的啦 後面兩次是自己出的 但是一次要八萬塊 一次要八萬 八萬 所以兩次就花了它十六萬 重點是正直掃描 因為像我們正直掃描 都是連著電腦栓在一起掃 這個血引劑的那個放射線 非常強 對啊 無效心臟支架 為什麼會無效 對 這個心臟支架 其實對我們 我們經過這三十年來的發展 其實對一些血管阻塞的狀況 真的是有幫助 是 但是為什麼會 今天特別講無效 就是說 重點是這樣 因為我們心臟有三條血管 但是大小不同 有的時候你如果 你是在一條很小小的血管 塞住的話 其實你說真的 它對心臟的影響 沒有那麼大的情況下 你有沒有需要 額外再放個支架 把它解決掉 這個是因人而異 我記得我之前 大概六十幾歲的男性 那他來就是 有明顯的這個 我們講胸悶 活動性會胸悶 就是我們講狹心症 所以後來做一系列的檢查 真的是懷疑心臟有問題 所以幫他安排了心臟管 那心臟管 其實那時候檢查出來 它三條心臟大條的血管 有一條完全正常 有一條有明顯的阻塞 那另外一條的話 也是有明顯的阻塞 但是這條非常小 最後面這一條很小 那其實我們看那個狀況 其實就前兩條最重要 所以我跟他講說 那這個先生他就是很擔心 他雖然是比較容易緊張 他說 我相信很多人 也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 對啊 對 那但是我那時候跟他解釋 就是說其實你那條的 控制的範圍真的非常小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 前面那兩條是主幹道 我就跟他比喻說 我們台北市的交通很亂 對不對 那你如果是 是那個交通局長的話 你要先通的中校東路 跟中山北路 兩條大的 那你通這個隔壁 這個新南街 說真的 你對整個大台北的交通 沒有什麼影響 可是這一次通不是更好 對 但是你放支架有它的風險 你放支架的話 中間過程會不會 會被破掉啦 或者是會不會產生一些 新的問題 跟他解釋之後 他也可以接受 我們就放了重量那條 其實做完之後 他也沒有太大的不舒服 也都出院了 可是出院他就一直 是很店面那一條 沒有處理的血管 真的 然後他就會說 我覺得走路好像還是會喘 活動還是不舒服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你很難 我們不能去質疑病人的症狀 所以他這樣說 我們當然又再幫他做檢查 那後來他好說的來說 他說他覺得 他還是那條血管有問題 照樣他不舒服 所以我就還是幫他處理 最後還是有處理 就處理完之後 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我說他症狀還是差不多 我說你大概還是緊張 因為你現在血管 已經碎當當了 跟你四五十年前 爸爸給你的差不多了 你還會不舒服 那可能還是 所以也符合他 會一直惦念這件事情 他本來就屬於一個 比較容易緊張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 我今天想說 要不要講這件事情 沒有 但是 到他手上沒這麼多 對 大概四五萬而已啦 推廣啦 推廣 就是這好像大家知道 我們放肢下的技術 還算可以這樣 對 治療這個疾病 一定要用對方法 那時候用錯方法 就等於把辛辛苦苦的錢 放到水裡面一樣 我以前就遇到有一個媽媽 她經常有這個胃痛 那她就去看一個診所 那診所就幫她做了胃鏡 然後就發現說 那那個診所醫師也很好 就幫她開了胃潰瘍 還有幽門螺旋感菌的藥 可是這媽媽很奇怪 她有一個很奇怪的觀念 她就說 那小藥有很厲害的 那吃得很鬆悠劑 所以她潰瘍的藥有吃 但是她那個除菌的藥 她就沒吃了 然後可是她又看網路上說 得到幽門螺旋感菌 可能會有胃癌 她又很怕得癌症 所以她又四處打聽 有沒有吃什麼東西 可以殺掉這個細菌 然後又不用吃西藥 結果她有一個朋友跟她講 現在電視上在講說 有一個叫做 據大朋友說 這是一種高科技 等於說就是 把那個幽門螺旋感菌的 那個菌體打到雞的身上 然後雞就會產生抗體 來對抗這個細菌 那母雞呢 就是說產生抗體 保護自己 她也很疼愛小朋友 她就會把那個抗體 存在她的蛋黃裡面 萃取蛋黃裡面的 免疫球蛋白 然後做成膠囊 那膠囊賣得 不是很便宜 一盒大概三千塊 那說要吃十盒 才會能夠殺掉 三萬塊 對... 然後後來她還是很高興 她就去買了 買了以後 吃了十盒以後 興高采烈來找我說 看細菌殺掉了沒有 那我就幫她做了那個 催氣檢查 結果我跟她說 還是有細菌 而且還很多 因為這種免疫蛋黃體 有人做過研究 她吃下去的確可以抑制 這個幽門螺旋感菌 但她沒有辦法根治 花個三十萬也殺不了細菌 實際上她後來 我就幫她開了 兩個禮拜的除菌藥 這個健保有幾副 細菌就殺掉了 所以她實際上花了 很多冤枉錢 所以其實有很多冤枉錢 真的是白花的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 我覺得病人自己也要 很有那個抑制力 還有就是她的知識要很夠 這時候要幹嘛呢 就要多看一些書啦 我們的彭文醫師出書了 對不對 感謝主持人 這是什麼啊 趕快就出張醫師的臉 來 濕氣調理全書 是什麼意思 對 因為我們知道 台灣濕氣很重 然後在夏天 又是濕氣最重的季節 所以在這個時候 推出這個濕氣調理的方法 然後會教你透過這些飲食 運動啊 一些血肉的按摩 來把身體的濕氣去除這樣 是喔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在家 就像這樣子 自己在家可以了解這些事 對 因為其實身體的濕氣 它有一定的一些道路 所以我們如果順著這個道路 把濕氣排出去的話 身體的水分 就不會累積太多 對症治療這樣還不錯 還有叫我們煮東西喔 對 我覺得 一定要來吃個東西了 不要買了什麼雞蛋 加什麼什麼的 就是新鮮正常的食物比較好 好棒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濕氣調理前述 謝謝 其實有很多的疾病啊 真的在你 被診斷的那一刻 就開始燒掉 那有些病呢 聽起來很像 可是它反而很多事情都 所以有沒有這個醫生的經驗 是哪一些病 是從診斷減開害死 這病人就開始必須要付 比較多的錢 就心臟課來講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 應該是比較少聽到的疾病 叫做 對 它算是一個比較少見 而且這個相當難以診斷的疾病 療法性肺動脈高壓的話 以比例來講的話 大概平均十萬個人 不到一個 但是肺高壓太多原因了 你肺部的原因也會造成肺高壓 心臟的原因 甚至有些人什麼寄生蟲 其他有的沒的 肺炎等等 太多原因會造成肺高壓 那所謂我剛剛講的這個 原發性肺動脈高壓就是說 它什麼原因都沒有 它肺部正常 心臟正常等等 全部都很好 它就單純 它是那邊出現問題 所以早是壓力上升 那這個要診斷就非常難 為什麼非常難 你要把所有剛剛講的事情 那每個誰要懷疑的 患者來的時候 他就要做一系列的檢查 從一開始單純的抽血等等 心電圖的激光都是基本的 其實到後來還要做一些 電腦斷層 確定肺部沒有問題 核磁共振 確定心臟結構沒有問題 等等超音波 到最後最後還要做所謂心導管 確認 就是心導管去確認說 你的右心壓力是不是真的超標 那是不是真的其他位置 血管沒有問題等等 那真的到最後確診之後 就是要開始長期用藥 那用藥如果是初階的 就它的肺諾麥高壓 它只是初階的情況 它可能一些口服藥 或多加一些注射 其實就可以控制了 但到嚴重一點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有一些 比較高價位的藥物 像注射的藥物 可能就會比較花錢 早期沒有健保幾副的時候 其實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狀況 對 而且你說它是長期要吃藥 對 它如果不用的話 就會很喘 肺諾麥高壓症狀是非常喘 一活動 甚至有些人到末期 是靜止就很喘 因為它肺部不太能換氣 所以你不用藥物不行 你很快就會呼吸衰 解藥插管 所以那時候 所以你說一個月要十萬 其實就是 賣房子在自己 真的就是有錢人 才能得的病 那還好這個就講到 其實健保真的很好 大家不要再嫌健保 對 是醫生在嫌 其實一般民眾 其實不用嫌健保 健保對大家很好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繼續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튼快點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